我们欢迎古特雷斯秘书长为缓和俄乌局势展开的斡旋努力 中方一向支持俄乌双方克服困难继续谈判 也欢迎国际社会一切有利于劝和促谈的努力 俄乌冲突爆发已经超过两个月 冲突外溢效应日益显现令人担忧 我们注意到近期欧洲民众要求通过对话和谈 尽快结束冲突的呼声越来越大 战争延荡和对俄制裁 使得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44.7% 通货膨胀不断攀升 普通民众的生活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 而相比之下 美国的军火商 粮商以及操盘手 则是赚得盆满钵满 当前形势下 国际社会应当坚持要团结 不要分裂 要民主 不要霸权 要对话协商 不要单边制裁 要独立 不要选边站队 共同推动 冲突尽快平息 和平 早日来临 诸方愿能各方一道 继续为此发挥 见识性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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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